各位同修大德 大家阿弥陀佛 感谢您暂时点入今天的法器教学 来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要来分享 宝宗谷礼佛三拜的打法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 别人没讲的秘密呢 有 为什么叫秘密 因为没有人这样教 也没有人这样说 所以才叫做秘密 今天我将会毫无保留的 把我所知道的所有重要的秘密 告诉你 你只要学会了这一个方式 把这方式放进来 你的宝宗谷就大大进步了 以前不知道赶快学起来 这个技巧是什么呢 稍后告诉你 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在右下方按下订阅 尤其上一个影片里 三正谷若人欲了之 没看过赶快要回去看 因为里面的技巧重点非常多 跟礼佛三拜都有关系的 因为今天在打的也是若人欲了之 好 打开佛门客颂本 你会看到呢 这白眼什么呀 这么一个圈一个圈的里面是什么 如果你没从来没学过 没人告诉你 还真的有看没懂 上面写呢 排班东西对立面 就是当法会开始前 大众东西单都会两两相对的 男众女众会分开 会相对战 然后等维挪进场 这时候宝宗谷也是放涨 在宝宗谷前 好 那维挪进场之后呢 他也 他进场之后 会到拜殿的地方 假之是我的拜殿 他就会相对战 跟牧鱼相对 然后引领大众转身向上 所以我们看到 科颂本上第一个符号 有三个黑点 黑点就是维挪敲 引领的 他上面旁边小字写 转身向上 就敲一下 转身向上 然后面向佛像之后 会做一个问讯 下面有两下 一下而上 问讯 一下而上 所以这三敲呢 就是维挪敲的 好 那问讯之后 一样跟牧鱼相对战 大众也是相对战的 那讲到这部分 可能有些道场 不一定是照着 这科颂本的 他可能有 另外别的方式 如果你的道场 是以 跟这不一样 你就以道场的为主 因为有些道场 到了这直接问讯 直接三拜的 也可能有这种方式 所以你还是以道场的为主 那我们科颂本呢 大多是以这样的方式的 好 那问讯完之后 继续相对战 我们看到 再来第二行 他有三敲 就是有引庆三下 还有对着保中骨的 三个骨身 总共加起来六下 这六下要怎么敲呢 我先示范大多人怎么敲的 大多人就这么敲的了 维诺三下是吧 骨也三下 然后这六下加起来 就变这样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打法呢 有很多这样打 是这样抽的吗 不是 比较小看 那这三下三下的 现在我 秘密来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秘密呢 这个秘密就是 要怎么样能够打得好听 又色心 重要的是流畅跟平均 上一个影片 三正骨若人遇了之 里面讲了很多重要的技巧 是吧 有看过的人 要回去再去复习 一次没看过 记得一定要去点 里面技巧讲的可多的呢 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叫做实质 我上一个影片 我讲错了 一直讲时长时长 那音乐系 他们讲的是实质 那我又习惯讲时长 时长是什么 应该讲实质是什么 实质就是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到结束 它所占用的时间长度 时间长度叫实质 但我老是习惯讲实质 所以这边也更正一下 就是实质 不是实质 一个声音 开始到结束的一个长度 长度这个东西呢 在法器里面 可以说运用的地方很多 但是以前我们学过 都没听过这东西不是吧 毕竟我们都不是 本科系的 我们哪能理解 什么是实质呢 实质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现在懂了 放进来 你的法器就打得好听 又舍心了嘛 随便这三六下 怎么敲的呢 怎么六下 六下这三个语气 三个语气敲的也不平均 不应用乱强 不够快不慢的 这样敲的嘛 不是 知道叫做实质的东西之后 你就得放进来 这六下 就会好听啦 好 实质的 我们可能不专业嘛 我们也没 不是音乐系的 告诉你 你用什么方法理解它 你就用 一个长短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 这里是隐清的声音是吧 一个来回 结束 一个来回的结束 就是第二下该出来的时候 渐弱 当你的三下都是平均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会让保中骨很好去落 它的三下骨了 当你的三敲 维挪敲平均 骨就打在中间的地方 刚说一个来回 假设这里是中间 一个来回 这里就是个骨 落骨的地方 那六下不就平均了吗 干嘛 老是用那嘻里呼噜 也不知道打什么呢 反正打完就算了 是吧 能这样打吗 不行 得用心打 把实质的技巧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以前不知道 刚快学起来 你的三下隐清平均 骨声就平均 三加三 你们这两个人 瞧打了六下 就平均 好听 又射心了 不是吗 好 再来理解一次 没听懂 再来 我从这里 到这里 再回来 就是一个 维挪的 一个实质 这样是一个来回 就是一个完整的实质 如果你的速度 到这回来 就是一个完整 你就是落在中间 是吧 好 这个意思就是 你可以用一个声音的长度 来取决 第二个隐清声 该什么时候落 若在声音快结束 还没结束的时候 就是一个声音的长度 实质 好 快结束 好 还没结束前 在第二下 好 快要结束 还没结束 在第三下 当你的三下 是这么敲的 是有一个平均的实质 在里面的时候 你的三下 就好听了 好 鼓 也是同样的 打 刚说打在一个声音 隐清声的中间 是吧 所以 这个时候 刚说一个长度 好 现在你告诉宝中鼓了 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感受 怎么抓 那个中间在哪 很简单 就要放入一个手的动作 你这样放进来 就行了 刚会学起来 好 当你听到维挪敲一个 叹的时候 你就慢慢的出去 叹 慢慢出去 叹 回来 你以为是合掌的吗 叹 你就出去 叹 听到声音的 叹 好 你可以用你的 手的 方式 来计算一个声音的长度 当你是 叹 就出去 出去 缓缓的起来 缓缓的落下来 它就可以帮助你 抓到这 什么叫实质啦 再看一次 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 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就出去 叹 上下 到这里 起来 上下 好 起来 上下 当你手 速度是平均的 你的鼓声 三下就平均了 就这么简单吗 那 那 那 干嘛 打得 互快 互慢了呢 以前 都这样 都不是都这样 打了吗 是不是这样 打 不是这样 打 所以今天把这个重要的秘密告诉你 要怎么让大众打得好听色心呢 我这边再补充一点 你的每一下 真的要用心打耶 很多人都打出声音 咪哩呼哩打完 我这边分享一个 一个 资深的维挪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呃 接触了一位成种干事 那他曾经有一次跟我分享了一个 让我非常感动啊 不仅感动啊 我听了我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当场的鸡皮疙瘩 到头顶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领众当维挪 他是怎么用心敲那个影庆的呢 有没有人这样敲 很少有人是发那么大的慈悲心在敲 他说他的每一下领众 引领大众念佛的时候 他的每一下影庆 他都是想想 观想着 敲一下 正破地狱门 地狱门 被他那个影庆声 正破 鬼到终身 都起来都受肚啊 我这一听啊 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是因为那个鬼出来 鸡皮疙瘩 不是 是因为他 他那个慈悲心啊 太强大了 当你的念头 动一个念就骗极十方不是吗 况且他这个念是利益众生的念呢 我想想我领众我有这么敲吗 没有 我领众就是 我好像唱得很好是吧 我的装右装眼 我打得比别人好听 别人不会 我会 我这一副呢 就是这么傲慢的 就是表现 我很棒 我很棒在那里敲 不是吗 大多人是这样敲的 我也是 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呢 我发现他的每一下都是 用慈悲心 用利益众生 让众生得度的这样敲 这么用心敲 我们有多少人这样敲 没有 都是稀里糊里 把他咚咚咚打完 利益众生败 赶快把他打完 然后跟念完 赶快去吃饭是吧 赶快回家 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 你得知道 越重每一下 都得用心敲 你用的心有多少 众生就能够感受多少 他的发起越多 他的贪生痴 可能就浮现的少 因为欢喜正能量越多 我们越重 你不要小看那每一下 能够让众生 可能因此而欢喜心 得度的呢 是不是 所以你得老实的把每一下 用心感受它 所以别怪我啰嗦啊 一个技巧不就打完就好 哪里那么啰力巴说 能够讲那么多 还要这个要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如果你把这个技巧放进来 你打了每一下就好听了 所以非常重要 可别老是学那板眼打对 打住声音就行了 我可不这样教的 好 刚刚学到了这个重要的技巧 叫实质 你当你的三下隐庆 是平均是平均的 鼓声也是平均的 这六下加起来 就是一个好听 色心的声音了 所以得用心的答 再来看到 礼佛三拜 礼佛三拜我们看到第一 第三行 它有 维挪有五个黑点 其中有一个是三角形 就是维挪压庆 好 这五个黑点呢 保中鼓也是五个 这第一拜里面呢 要怎么敲呢 如果你没有学过 还真不知道怎么敲 这很简单 只要把它套上口诀 在旁边写上 如果你是打圆圈 就在旁边 第一个圆圈写个若 第二个 人欲了之 就是一个完整的 第一拜 若人欲了之 之是起来 好 那若人欲了之 这五下鼓 那其中维挪 有一个压 那个鼓也是压 就一个特别小的圈 是吧 就是有那个地方 不一样 它维挪压的时候 压 也是压 至于压的方式呢 我三振鼓讲得 非常清楚 那个技巧很重要 没看过 记得去看上一位影片 三振鼓 若人欲了之 技巧很多 我讲得非常仔细的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 若人欲了之 维挪有五个符号 鼓也是五个 那这时候 问题来了 就因为第一拜 有五下 特别多 那加起来 鼓不是十下了吗 那所以 很多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很多维挪呢 他就会 因为五下 特别多 敲的就特别快 就是这样 若人欲了 然后 班长 骑 之 好 骑 五下的时候很快 很快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 老人 老人家 跟不上 然后 因为很多师兄师姐都是年长者 拜那么多下 就若人欲了 就这样拜下去 然后 然后他才刚摸到拜殿了 然后你就敲起来了 起来呢 赶快起来 就等到他起来的时候 一看来都没人啊 病人都没人啊 为什么 注意跟一只人啊 因为 别人都拜下去了嘛 都没人 坚摆 是不是这样子 一看买乎啊 他永远拜得比别人慢了 因为你太快 有些人跟得上 不是每个人都跟得上 很多人都是年长者 所以 我们这时候呢 维挪这五下 要怎么敲 不管你几岁 你就当成你是七十岁的年长者 用年长者 让大众都能跟上的方式 去缓缓地敲这五下 而不是 嘻里呼噜把它敲完 是吧 那大众来不及 就会 看此起彼落 这个头 有人起来 有人下去 然后用大众 又拜得不 气喘吁吁的 然后又 拜得乱七八糟的 不能缓缓地 拜让大众 呃 缓缓地都下去 我们也不用特别看啦 就是用 你只要放慢速度就行了 宁可慢 也不要快 那可能会有人告诉你 哦 书兄哦 哦 你拜得有够办耶 我那儿 整宝 你也不起来 咬到我 想说你是要摸还是摸 有人可能会这样讲 没关系 你就跟他说谢谢 哦 好好 我注意 阿弥陀佛 下次 一样继续 教那么慢 为什么慢呢 刚说除了让年长者能够跟上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 大家好不容易拨了时间到道场来礼佛 来供修 平常工作压力很大 我就抓那么一点时间 赶快到佛室里去供修 刚供车还跑掉 我还追公车 还没追到 好不容易赶上最后一分钟 我进了佛室 结果 呃呃呃拜完三拜 我还没 还没回神 还没 还没 还没心平气和 然后就念经畅战的 所以这三拜 宁可慢 让他拜的庄严 伐喜 也不要快 不要小看这三拜 稀里呼噜 不用一分钟拜完 你得老实认真的 把他敲的 让大众喜欢喜 好 所以维挪敲 刚刚已经知道了 速度宁可慢 好 那我们要讲这五下 重点 技巧来了 维挪得仔细听了 五下 怎么敲呢 慢知道了 是吧 第二个秘密告诉你 这五下 你得掌握一个重要技巧 很简单 当你的拜的时候 若 人 欲 了 好 碰到拜殿的时候 就是了嘛 然后 颁掌之后 然后就 了之后 就是齐 是不是 我们讲到了的部分 若 人 欲 了 摸到拜殿 你只要把这四下 平均分成四等分 你拜的速度 就会 又装眼 打得也平均了 什么平均呢 刚刚说动作缓慢一点 不要太快 是吧 你把你的动作 从这里到拜殿 假设这是我的拜殿 我碰到这个拜殿 你把它分成四等分 一 二 三 碰到四 当你把你的身体的动作 是分四等分 就这样打 就敲在那个四等分的位置 声音就敲平均了 就这么简单 若 人 欲 碰到拜殿 翻掌 聊 好 所以当你是这么巧的时候 你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个重要的技巧 叫实质是吧 实质 你的四下 就平均了 若 人 欲 聊 好 如果你是用这样的四等分来打 四下不就平均了吗 怎么可以一系列呼噜 把它打完呢 不行 所以我们再来 为什么要 你的四下 为什么这么重要 要把它打平均 如果你平均 鼓是打在隐庆跟隐庆的中间 它要落一个鼓 是吧 它就会很好落 就会打得很平均 就不会这样子 若 你忽快忽慢 它也跟着忽快忽慢 它怕打来不及 就直接 若 若 就强拍 就打不平均 我们刚前面讲了这么重要的技巧 你现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 说重要了吧 如果实质放进来 五个 前面四个 包括那个压 四个隐庆声平均 鼓打在隐庆和隐庆的中间 就平均了 就会很色心 好听 流畅 若 我刚刚刚没压好 压的方式刚讲了 我上一集三任鼓掌很清楚 里面的技巧都在那 记得去看 这个时候 了之后会起 起来 这时候鼓 是不是还有一个咚一下 别急着敲 这时候要怎么敲呢 别赶快把它敲下去 那个支你要在旁边 注明上你的记号 或者把它写清楚 那个支就要敲在 围挪起来之后 围挪不是敲个支吗 支 围挪起来 45度的时候 当它挺身 还没完全停 身体在45度的时候 你就落一个你的支 当它正好挺直 就可以再敲下一个 也就是你的45度的这个支 跟围挪这个起来 是第二拜 是吧 第二拜的三 那个你的鼓声的支 跟围挪那个拜的三 跟围挪那个拜的三 它就是个 咚 咚 就是一个十支啦 那不就是平均好听了吗 所以那一下 得看围挪 45度的时候 45度的时候 你才落那个支 好 再一次 第一拜 若 人 欲 了 压 好 起来支 别急着敲 看围挪 45度的时候 好 45度 敲 挺直 正好 3 好 这个时候 第二拜了 是吧 所以第二拜 也要看围挪的动作 第二拜 上面有两个符号 你庆两个 鼓也是两个 所以加起来是四个 好 你在旁边 写上 第一个圆圈 写上 3 起来的时候 是 4 3 4 好 所以这时候 3 也是要看围挪的动作 当他 你刚刚不是支吗 支第一拜 起来 支 围挪 3 这时候当他下来 摸 快要碰到 拜电的时候 快要碰到 手碰到 拜电的时候 你才敲你的 第2 第1下 碰到拜电 3 支 呃 是 所以 也是反向来讲 碰到拜电的时候 他就正好可以敲 起 所以表示这个 你的3 跟他的4 也是一个平均的实质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在讲什么 就是实质 平均 流畅 这个重要技巧 没人这么说吧 不就是告诉你口诀 把眼就敲了 就这样吗 不是 如果你从头到尾的 每一下 都是用这样的技巧 在敲 就是一个流畅 好听的 礼佛三拜了 好 刚刚讲 第2拜 三 维诺敲 三 碰到 手碰到拜电 就你就敲一个 你的三 正好 起 是 这时候也是一样 45度的时候 在你的客颂门 上面 就写上 维诺挺身 45度 你的第2下 是 对不对 是 你觉得好弱 维诺挺直 又正好敲他的 第3个 第3拜 第3拜 里面 维诺 我们会看到 他有 三下 他 第一个 你在你的圆圈旁边 就写 第一个圆圈 写 一 然后 下面有两个 咚咚 就 咚咚是 一个口诀 就是一切 窃 窃有两下 两下 好 一窃之后 维诺齐 下面就是 薄薄薄薄薄薄 好 先讲到这 我们刚刚讲 维诺第二拜 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 三四 正好挺直 一 窃 好 维诺敲齐 好 刚刚讲到 我们可以 维诺敲 不是随便敲 第一拜 我们知道 分四等分 是吧 好 那第二拜 维诺 有敲 一切 两个隐庆 第三个是起嘛 先不讲 两个隐庆 要怎么样 它平均呢 就是从你 拜的动作 来看了 就是这样 这里敲 一 当你到 四十五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敲 第二下 一 切 然后就 碰到拜电了嘛 是不是 把你的这里 这里的动作 到这里的动作 把它一分为二 切 第二下就在这了 一 一 切 就是下面了 起 好 好 当你是用这样方式在敲 你的隐庆 唯狙敲的 就会平均流畅 而不是 轻轻嘆嘆嘆嘆嘆嘆嘆 骨丁就好啊 你这骨丁就好啊 骨丁怕有出声就好啊 不是这样敲的 所以你得把它打平均好听 每一下都得用心是吧 好 再来一次 所以当你 这里是速度 怡 怯在这是不是 那这里不是还有个鼓声吗 鼓就在这了 怡 当你这么敲 隐庆平均 鼓也就平均了吗 是不是这样敲的吗 怎么随便敲的啊 好 敲 敲两下鼓 然后尾挪齐 齐的时候鼓 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技巧 就是尾挪敲齐 你就敲佛佛对不对 当尾挪快要挺身的时候就得均落 但他挺直 你就得收 不是维挪挺直了 所以你还在 不是 有个人这样叫有 当尾挪 所以你得抓 尾挪 让韦诺挺直就得收了 因为你收他才好敲一个文讯 所以要看一切的动作 都要看韦诺 佛佛佛佛怎么敲呢 一样我三正古若人遇了知里面 技巧很多的 跟佛佛佛怎么敲 有看过你就知道 佛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好了嘛 所以技巧可以去理解 去练习多多掌控 你就能够运用上了 一旦方法懂了就简单了嘛 简单看似很简单的 得练习的是吧 以前没人这么说 人家说什么 什么没做 没做什么 说破不破 说破不破 我忘了 就是台语人不是讲 你男人不是讲吗 什么没给你讲了就不值钱了 就是本来看 哦怎么那么厉害啊 你怎么办到的 怎么那么不打那么好听啊 那你看外行你不懂看不出来是吧 懂得告诉你 你就一个技巧放进来 就是 等等没干 没干 就不值钱了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对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这边都是告诉你一些重要的技巧 很简单的 你用这么简单方法就会打得更好 你干嘛不用呢 不知道打什么 好 吼吼吼吼起来就正好 第一次问讯 问讯一下二上 一下 在下面 二上 微诺的两下是这样 所以你的时候 保中骨在问讯的地方 第一个圆圈就是一个若 若 微诺问讯 若 起 人遇了之 三 四 一 解 佛 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这里到目前为止 是第二正 因为 礼佛三拜里面 第一拜刚说若人遇了之 第二拜三四 第三拜一切佛 礼佛三拜 若人遇了之三次一切佛 这样就算是所谓的第一正 我们都习惯这么说的 第一正 好 那刚问讯是不是一个若人遇了之三次一切佛佛佛佛 这边就是算是第二正 那再来 那再来看到旁边还有个单独的就是若人遇了之三 阿弥陀佛佛 阿弥陀 没敲到 阿弥陀 好 先讲到这 刚才这是第三正式吧 应该是阿弥陀佛 最后一下我没敲 我们看到上面有个佛号 我们看到上面有个佛号 三角形的佛号 这上面呢 三角形的意思就是 维挪如果 不是维挪啦 供修等一下要唱赞的时候 旁边有小字说 敲大庆呢 就是要接唱唱赞 如果不唱 不唱就不敲那三个大庆 不敲三个大庆 也就不在这个 阿弥陀 就不压了 不压就是不唱赞 那所以要看等一下的供修是什么 如果礼佛三拜之后是 唱戒定真香 唱炉香赞 唱廉池赞 扬之进水赞 不管唱什么 反正三拜完就唱赞 就会有这个三角形 维挪会在你的 咚咚咚咚咚咚 阿弥陀 他就压一个大庆 你再敲个最后一下 佛 好 所以这个三角形就是 唱赞跟不唱赞 有唱赞就压 不唱赞就不压 那现在问题来了 假设是要唱赞 维挪会压庆 是吧 然后最多人都会这么做的 他怎么做呢 他就这样子 然后就看维挪压了没 压了 他才佛 是这样打了吗 不是 我们上个影片 三正谷若人予了之 有教到一个重要技巧 这个 阿 他区分开来 阿 跟陀 是一拍的概念的时候 你就照着你原本的速度打就行了 你要不要管维挪要不要 你知道等一下要唱赞维挪会压 但你要不要等他 还看他压了没 压了 不是这样打啦 你就把你这个顾好 你看他干什么啦 你不就是知道你的拍子吗 就是这样 好不管他知道要压 不管他 你把你的阿 密托 不 敲好就行了 不用看他 他反正会 找个缝就压压 他不会错的 他知道怎么敲 不用你理会他 把你的骨 顾好 就行了 那要不要为了 知道他有个压 就把那个 最后一下 拉特别长呢 还不少人是这样打的 好就等着 维挪压 才打 不是 一样刚说了 把你的拍子照你 原本的拍子就行了 阿 密托 托 把你的骨收好 就行了 好 刚说压了之后 就是会唱赞的 所以我们看到旁边有一行 有敲三个大庆 好 三个大庆 刚说就是唱赞的 如果要 像我们一般早课 晚课是没唱赞的 礼伯三拜之后呢 早课就唱 有些啦 可能不是一样 大多是唱 大多是唱 乐延奏 是吧 礼伯三拜唱乐延奏 然后晚课呢 就唱阿弥陀经 诵经的是不敲 大庆的 敲大庆就是唱赞的 所以当他敲 假设现在讲三个大庆 是唱赞的时候 那这时候怎么敲 保中鼓呢 他大庆有三个 我们刚已经学到了 十值 所以表示 维诺这三下 是随便敲的嘛 不是 如果你假设你的三敲 音量控制 力道都尽量控制差不多 不能忽然用力忽然小力嘛 他的长度会不一样 你要控制 尽量让三下声音 都差不多的平均 这个时候 一样 你用你的 时长的 时值的概念 敲大庆 你的鼓到中间 咚 大庆是不是还在 还在 还在想呢 在要结束 还没结束之前 敲第二下 好 鼓就落在中间 取一个声音的 时值中间 去落你的鼓 好 快结束 再敲第三下 鼓一样抓中间 一个大庆声音的中间 一个大庆声音的中间 抓在中间 你的鼓声是这样抓的 就会好听了 有没有人是这样的 有没有人是这样呢 唯一那么敲 那就动下去 有 就是那个 然后就慢 你的四下鼓声音的中间 前三个 前三个 得是一个平均值 不是 互快互慢的 所以你要去感受 一个大庆声的中间 在哪 来中间 中间 是这样敲的 好 所以我们来敲四下 最后就连着两下 总共四下 好 敲大庆 你就缓缓的 伸出你的手 缓缓的 一个上 上 下 跟 尾诺敲第二下 就出去 缓缓的出去 上 下 尾诺敲第三个大庆 缓缓的出去 上 下 当你是用这样的 到位 到了鼓上 鼓的面 上 下 好 出去 上 下 当你的手 用你的手势去抓 一个声音的实质 中间 你的 你的这个四个鼓 前三个鼓 就能够打得平均 抓到一个中间值 所以手的动作很重要 出去 上 下 用你的手势来帮助你的声音的实质能够相同 用了这个技巧 你的鼓就好听色心了不是吗 所以 非常重要 要 把它尽量 理解之后 得 得用上场 你的礼佛三拜 就会让大众 拜得好听 又色心了 好 这是唱战的 再来讲墓鱼 我这没大墓鱼 我用小墓鱼代替 如果是不唱战的 是诵经的 诵阿弥陀经 礼完佛的时候 就没有大庆嘛 好 这个时候墓鱼会接 三 等于是三个大庆的位置 这时候你的最后 阿弥陀佛 墓鱼就会敲 一 二 三 两下 好 上面三个大庆符号 就把它当成是墓鱼 三下 鼓有四下 既然我们今天学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技巧 叫十值 所以同样的 这里也没有十值 有 要平均 没敲到 第三下 两下 好 所以一个 这样你那位声音能不好听嘛 平均又好听不是嘛 所以大众这里无三拜 得用心敲 虽然看似很短的 只是一分钟就能敲完是吧 但是你的每一下每一下都是如此用心在敲 众生会心生欢喜的 你有可能那个共修 有行无行的无行多少我们不知道 你敲让他欢喜心有可能他就得度了也不一定了 所以能够稀里乎随便敲码 不行 得每一下得用心的 好 今天讲那么多技巧 包括上一个影片三阵鼓也讲了很多 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去理解 看一遍不懂 再看两遍 看三遍 一定要把它理解 并且用上就能够让你的保重骨打得好听又射心了 这么简单的方法赶快学起来 你的保重骨就进步了不是吗 好 感谢你看了这么长 我今天讲了四十五分钟呢 落力八十 我讲那么多 讲了每一个最重要的呢 好 感谢你看到这 还没按 还没转台的呢 有本事了 好 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次见啦 阿弥陀佛